大家好 我是Peter孙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 全新的商务中心品牌 站在镜头前笑口常开 神采意义介绍自己资产公司的人 就是孙松赫 在商界相当活跃 经常是会议中的焦点 没有想到这回却被亲生儿子 狠心撞死在路边 现在让我介绍我的团队 手上握着麦克风在台上致死 并一一介绍来宾 孙松赫今年61岁 担任资产公司总经理 擅长行销与社群规划 而且还经常举办商业聚会 和其他公司的高层互动频繁 甚至和前监察院长 陈敬丽是好朋友 他的儿子好像脑部有问题 这次会发作 大概是这样 对人良善事业有成的孙松赫 没有想到惨死轮下 调查发现辞者先前独居台湾 妻子住在大陆 25岁的儿子一直以来也都在大陆读书 今年2月返台 只因为和父亲发生口角 竟然狠心撞死自己的爸爸 孙松赫的个性中规中矩 管教严格 对儿子期望很高 但儿子备受母亲宠爱 父子两久未相处 感情依此疏远 依此这样发生悲剧 解放调查 死者是一名资产公司的老板 平常就在我背后这栋大楼里办公 而且他除了这家资产公司之外 也和朋友投资夜总会生意 夜总会的乐队现场演奏 孙松赫就是这里的合伙人 事业上很有成就 同时好友之间 却没有听过他跟妻儿的相处状况 好像家庭不是很 跟他太太好像不合这样子 势必公亲 甚至自己替公司拍宣传片 这一生为儿子跟家庭努力心血 被血气方刚的儿子这一状 全部化为无有 接着董又俊 新耀珍 李嘉明 李玉锦 李杰新闻市采访报道